哈哈 哎呦我的媽啊 哎呦我的媽啊 這個這幾年啊 近十年了 大家那個出國的那個風氣非常盛 那可是呢每天出國就有一個問題啊 就到那邊以後說啊 我的飯店怎麼那麼爛啊 哎呦怎麼隔壁飯店比我們好那麼多啊 就是這些資訊很少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跟各位討論一下 世界各地有很多這種 很奇特的飯店 也有一些很豪華的飯店 那到底這個飯店有多麼奇特呢 首先要請問澤青 先跟我們介紹一個 冰旅館啊 只有冰季才限定啊 在哪裡 在士德哥爾摩的近郊 其實它在全國它總共現在有7間左右 那去會凍死嗎 如果穿不過暖是真的會 住在冰裡面 在冰裡面 這是它的Lobby 這是他們 蛤 因為這個飯店是冬天才有 然後大概在每一年的 大概有 最近是從10 他們是11月開始弄 11月就冰人家 就耶誕節 然後到隔年大概3 4月左右 看氣候 看氣候 那有時候大概到2月就沒有了 就融掉就沒有了 整個融掉 那這樣電燈啊 水管怎麼辦 它就臨時來牽啊 臨時來牽 它裡面有電燈 有有電燈 你剛才沒有掉燈 這是外面的 這是走進去外面 感覺很屌 而且每一年的造型都不一樣 它裡面我有暖氣啊 因為我怕冷 暖氣 暖氣咧 整個馬上卡溜 我啪一聲就啪了 馬上小孩子在游泳 淹死了 不是 來錄影找到要帶啊 不是 那你怎麼睡 你請問一下你怎麼睡 寶暖啊 睡的話 睡的話是它的床是用 是冰櫃對不對 就拉出來那種 然後躺下去之後 然後推進去那種 你又不帶腦袋來喔 但是呢 所以那個很像 它是冰塊 它上面鋪那個毛毯 動物的毛毯 冰塊鋪毛毯 冰塊 它上面裡面有照片 裡面有照片 是冰塊 但是呢 睡那個還是會冷 所以一定要自己帶睡袋去 可是這樣子很貴喔 它一個晚上 就是起跳 是三百塊左右 美金 這麼冰還要三百喔 一萬多耶 所以一般的人去 就是喝酒 然後pop 然後晚上熱熱鬧鬧 晚上就走掉了 很爽就在裡面 就床 這個是高級的房間啦 這高級的房間 這個還有分高級不高級喔 怎麼分 冰塊多一少喔 沒有冰塊不一樣 高級是這樣 不高級有沒有 就上面 弄你的那個什麼 稻草有沒有 噗哩噗 跟動物一樣這樣 我在這邊水人 他這個呢 他們找了很多藝術家 然後他會請藝術家是特別去打造 如果是藝術家他們所做的 那個房間的價碼等級又不太一樣 這個是通庫 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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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教堂 對啊 搞得好像教堂一樣 非常刻意的 故意的喔 對對對 這樣子的房間 不是 我很難想像這件事情 腦袋 所以那邊你就森林充滿 對啊 我怕會塔下來幫我壓 不會 我們看像是在教堂 那種阿公阿嬤去的話 也是在林坦 對 所以這一種喔 真的是適合年輕人 真的 那我可以看一下另外一隻森林 森林木屋 就是他們有很多生態的 生態的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就是利用那個大自然的兵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瑞典這幾年 非常流行的 就有一個是森林木屋 是 那它的森林木屋 你可以看一下就像這樣子 這是它的飯店的lobby 童話故事喔 對 飯店的lobby 這個好 那這裡面是什麼呢 它裡面其實它是森林裡面 然後一屁 一屁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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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房空洞的房間 這是房間 這裡面有房間 這個再跟我講300 我就翻臉了 這個大概400 蛤 這個要400美金 而且 而且洗澡一定要到lobby後面的那邊 它有一個專門洗澡的房間 它自己房間沒有 也沒有廁所 這好 這鬼的就是要400 就是熱點人 以後熱點人來台灣好弄的 有沒有 我們找一個廢棄的房間 這邊挖工洞 就是搭的 400 這後面呢 後面有一張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雙胞胎兄弟 就大衛跟馬克思他們兩個 就是這個 這是 房間喔 就是弟弟 這是房間裡面 這麼小喔 要400喔 就這樣進去 你歐洲人也太瘋狂了吧 可是 最主要來這裡 它是生態 就是它晚上會帶你出去 例如說看狼 迷路 狼 台灣沒有狼 就有的人對動物有興趣的 就是400塊 包含那個動物園的票價 Night tour Night tour 那最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洗澡 要自己去那裡查 體驗 進入這個原始的生活就對了 整個原始的生活 所以這裡李氏的各門 有狼人啊 哇賽 李氏的各門 開車兩個鐘頭就到了 對啦就是說怎麼講 他們就是在做生意的時候 也沒有對那個 所謂的地球造成太大的負擔 其實這些狼都自己養 對 誰會去 今天凱子來了 走過去 都講好了 麻煩接犯狼 好不好 我跟我們伴迷路好不好 預備 好可怕 哇賽 剛剛講的是冬天 現在要吃那個MOMO 沙漠裡面也有一些飯店 是不是 對 這個致命的這個Atacama沙漠 它跟一般的阿拉伯沙漠 沙哈拉沙漠 或是戈壁沙漠 完全完全不一樣 它是全世界400年來 只下過幾乎沒有下過雨 被認為是全世界最乾燥的一個沙漠 400年 前一部007的電影 然後還有最新Land Rover 頂級越野跑車 越野吉普車的那個廣告 就是在這個Atacama沙漠拍的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對它很陌生 但是對外國人來講 這個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個 算是聖殿吧 所以幾乎每個人都會很想到 這個地方去住 它之所以特別 是這個地點把我帶到這個飯店 因為這個地點 它不是你想像中的只是沙漠 因為它的高度是在 大概海平面3800公尺 一直到4000多公尺 那很高 所以它有高山湖泊 然後它有像美國大峽谷的地貌 然後它也有像納米比亞沙漠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柔軟的沙 然後它也有噴泉 就是間歇泉 像黃石公園 它的地形各種 各種各種 它的地形非常特別 而且你的吉普車呢 往前開 就會開到那個波利維亞的 那一片岩湖 所以那個地點所在是很特殊的 那麼這個Atacama沙漠呢 它在這五年成為全世界頂級飯店的競技場 所有你能想到不可思議的飯店 大家在那邊搶 都在那邊搶 然後你到這個地方去 它不適合就是做休閒活動 比如說貴婦下午茶 或者是在那邊做個SPA 你去要狠的對不對 我從台灣飛過去 飛了40個小時才飛到這一家飯店 然後一進去之後呢 然後它還不讓你休息 它就開始安排所有所有的活動 不管是騎馬 不管是越吉普車 然後到晚上我們已經快累的半死 大概已經11點 真的很想睡覺 它又把你挖起來 要做午夜觀星 因為智利的沙漠 它是全世界天文台 最愛去的地方 天文台布滿 散布最多 對 它幾乎沒有光害 地球上最好的無線電的那種 電波望遠鏡 都在智利的 是因為它光害很少嗎 它幾乎沒有光害 它幾乎現在全世界一個最大最大的望遠鏡 它就叫做最大的望遠鏡 最大的望遠鏡 它就叫做最大的望遠鏡 沒有 他們說那個外星人都會降落在那個地方嗎 前陣子有說 真的啦 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NASA以前他們在做火星登陸 模擬的地方 模擬的地方 OK 那那邊有沒有一個飯店叫最乾的飯店 最大的望遠鏡在裡面 我們是最乾的飯店不好意思 那一家飯店叫ESBORA ESBORA它是智利本地的飯店 它就是蓋在智利最特別的地方 它蓋在Atacama沙漠 蓋在復活島 蓋在Patagonia 就是蓋在這三個地方 都很特別 所以這個飯店不是讓你去享受 當然它非常頂級 但是它希望你去那裡冒險 它希望你去那邊感受全世界最獨一無二的地景 然後現在像現在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飯店的景觀 它其實在白天 它幾乎跟沙漠是合而為一 這個是白天 這個是晚上 真的 白天卡音了 對啊 這是白天卡音了 我也覺得兩卡音了 這一看就知道晚上 他講到那個白天 白天之一好大 就是一定要亮燈 因為白天你看不到它 它是平房 比如說我上次也去住了一個 是在大峽谷的阿瑪基里這個飯店 很舒服耶 我好喜歡這個平台好舒服 對 它在白天你看不到它 因為它跟地景完全合融 融合 那這個Espera也一樣 那麼你現在看到的是Espera的泳池 漂亮喔 那為什麼你要看它的泳池 是喔 因為我剛剛已經提過 它四百年不下雨 所以水對它們是最珍貴的 是 它讓你看到說在這麼乾燥的地方 我們千辛萬苦的幫你造了一個 Infinity的泳池 像這個就是炎湖 上面就是Bromingo 就是小小的那一個 因為它們有規定 火賀 火賀就是 紅賀 然後這個是安地斯紅賀 然後你跟它一定要維持 就是一個將近一公里的地方 它不准你接近 所以那個我雖然已經是用大炮拍的 但是紅賀看起來還是很小很小 就是這個就在飯店的風景 非常漂亮 這個是一輩子的一區 然後這就是間歇拳 多溫泉嗎 這就是間歇拳 一陣子會噴一次 你早上四點多就要起床 然後就要 哇 長途 就是長途的跋涉到這個間歇拳 因為你要去看太陽 升出來的那一刻 所以到這個地方大概是六點多 然後太陽一升出來之後 非常奇怪 這個間歇拳就停了 所以就一定要在差不多日出的時間 過去看這個間歇拳 我很酷耶 而且這種不能不看喔 海底飯店原來沒有想像中的浪漫 隊長一升出來之後非常奇怪 這個間歇拳就停了 所以就一定要在差不多日出的時間 過去看這個間歇拳 我很酷耶 而且這種不能不看喔 為什麼今天看間歇拳不看不行 為什麼 一定要去 飯店規定 你要去住就是要去 飯店規定不去管家 那個飯店 那個飯店你不能只住一個晚上 那個飯店最少 你必須住四個夜 就是你預訂的時候 他不接受一天的 因為他認為說我的包裝 就是要到這麼多地方 像這個間歇拳就是在附近 附近它有非常多 就像硫磺一樣被腐蝕的 那我拍這一張 是因為我差點跌下去 因為你覺得那個 好像就是一個平靜無波的一個鏡子 結果走一走走一走 簡直被嚇死了 然後他們為了不破壞地貌 他也不會樹立一個叫做 警告標語 完全沒有 所以你還必須保持一個非常清醒的腦袋 所以說第四天 大家離開這個飯店的時候 互相握手 這一次大家都沒有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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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冒險的飯店 所以它那個 那個噴出來是硫磺泉水 不是一般的水蒸氣 水蒸氣 它其實就跟黃石公園的水蒸氣一樣 它就是一個 原來是 你可以去那個 竹子坑 一樣意思 很容易中途 一樣的 很容易中途 竹子坑 幫我們介紹今天是介紹紐西蘭的 對 我去的是紐西蘭 我去年才去的 然後事實上這一家飯店 你們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這個飯店會不會看起來小了一些些 事實上它應該算是 在台灣來講是民宿 它只有兩個房間 但是它非常特殊 你有沒有發現說它在哪裡 在山極上面 剛好山極 所以你可以看到 360度的一個景觀 然後呢 重點是 這一個房間 你看到它的設計很簡單 可是它是紐西蘭非常知名的 建築設計師得獎的一個作品 然後 那一夜住起來多少錢 一個晚上是 400塊紐西蘭錢 紐西蘭錢是1比1 現在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是1比24 比美金便宜一點 對 還好啦 但是重點是 剛才講它360度 所以它前面看到有沒有看到海景 你看到大海就在你的正前方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坐下來 稍微好好的休息一下 可是後面呢 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360度 所以它後面是它的山頸 它的山頸長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剛剛也有游泳池對不對 我這邊也有一個游泳池 然後呢 這個游泳池就是 完全給你住的遊客 你的住客 你所享受的一個游泳池 其實老實說啦 我為了去這一家飯店 是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你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 紐西蘭有一個廣告非常的有名 那時候大家都在講說 2000年進入千禧年 都很害怕說 不曉得會發生些什麼事 就好像現在是2012年 好像是些末日一樣對不對 對 紐西蘭就說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來迎接世界第一道曙光 因為他們最邊 東邊的一個城市叫做Gisborne 它是全世界看到第一道曙光的城市 所以大家就瘋狂的跑到那一邊去 那時候我就很想去 可是因為飯店都訂不到 所以我一直到去年我才去到 就是為了去迎接世界第一道曙光 然後 你已經晚了12年 你也是願意對不對 當然願意 一定要去那一邊去感受 然後一去不承認 沒有兩千年 就是兩千年 你自己還購入一個兩千 購入一個人的客廳 購入一個人的客廳 沒錯 就是要這樣感受 大家要拍照 兩千喔 購入一個人的兩千 對 你知道我去的時候 因為我在訂這家飯店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它裡面 長的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只知道說 這個位置 地理位置很吸引我 可是等到我進去去了以後 它一進去它裡面的客廳 是長這個樣子 哇 它是民宿 老闆都跟你住在一起 所以你會很訝異 說哇 裡面好像走進那種 好像那種什麼裝狂世界的 那種雜誌裡面的感覺 很像樣屏屋 然後重點是 剛剛講說 因為我要去看 世界第一道曙光對不對 我的房間 我的床在這邊 好像 我早上一大早起床 我大概是五點多起床 然後我就把窗戶打開來 我人就站出去外面 站出去外面以後 我就可以遠遠的看到 在另外一邊的山極上面 它的光 好漂亮 聖靈充滿 這真的看到死也甘願的 真的 無敵景 我跟你講 以前你看廣告 不是拍很多什麼 看到曙光會有很感動 對 騙笑欸 怎麼可能 可是當你親眼看到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非常的感動 而且重點是 看到曙光 我跟趙哥常常有很感動 什麼時候 因為要收工了 曙光出來要哭了 收工 光不連了不能拍了 超高興的 對 世界第一道曙光 對 到處都可以看曙光 就等於那一天早上 你是全世界第一個看到太陽 而且我根本都不要爬山 涉水跑外面去 不用就在我的房間窗戶打開 跑到外面去 我就可以看到了 我覺得人生中有一天 你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看到太陽的人 那再問一下 它這個景點為什麼不是國家的 而是它私人擁有 為什麼 這個是 沒有 它自己買的地 剛剛你像說一樣販 是不是極向道理 對 這是它的地 這麼小 有些人放綠島 綠島有很多它自己的地 對 這是它的地 只是說它剛好它的地 它建 那個是一個山極 本來是沒有人要的 設計師想到這個idea 就把它在那邊打平以後蓋 你也可以 到山上找一塊地 你也可以講 我沒有叫福地 故意 為什麼 那太早 搞不好 那太早 馬尔姐 你住過最好的飯店 最特殊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 因為其實我本身比較喜歡海景 那以前我在做影響社的時候 我同事他們去馬爾蒂夫玩 然後回來拍一些照片給我看 是是是 他們去住之後 參觀總統套房 是 他們跟我說一進去裡面 就直接看到所有的海景 因為它那個整個波 我們不是要看海景 都要做玻璃傳出去嗎 他們直接把玻璃傳的東西 弄在客廳裡面 玻璃地板 玻璃地板 所以整個都可以看得到 你有去住過嗎 我沒住過 我住的是另外一個 類似的 在馬哨爾群島 馬哨爾 哇 你有照片 欸 表示你真的有去過 我真的有去過 欸 人家拿RM 拿照片 不要這樣子 夠了 夠了 好不老的啊 現在還有照片 不要照片 林北18年前就出過 馬哨爾 阿蒂夫 阿蒂夫真的假的 你去出過 這飯店是我夢想中的飯店 超棒 飛機在降落的時候 你看外面就 哇 就是跟明星片一模一樣 如果天氣好玩 就看到很漂亮 然後下來它那個島 整個島只有一個功能 這個島就是 機場 然後我們要去坐車 它就是 好像一個一個碼頭 然後坐船去飯店嗎 都是船 上面寫各飯店 然後比較有前一點對不對 就往後走一點 就水上飛機 哇賽 然後比較近一點坐船 然後它的本島有個首都 那個島 它的功能就是首都 上面還有監獄 還有軍隊 前一陣子在政變 就在那個島上 其他就是一個飯店一個島 那個飯店上面只有一個 就是一個島上就一個飯店 所有來這個上面的人 就是這個飯店的員工 主人嗎 對就是這樣 然後我去那邊 我記得印象最深就是 我們去參觀一個民宿 因為它那邊也是很多的島 然後我現在 我現在這個島啊 是那個島主 他從本島帶我們去 他的島上玩 然後本來是 他自己的島 他自己的島 然後那個島上面 那麼大的島 只住了一戶人家 就他跟他老婆還有小孩子 住在那邊 這很久以前了吧 這大家以前幹導遊的時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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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拍偶像劇的時候 我去那邊拍偶像劇 你去那邊拍偶像劇 我去那邊拍偶像劇 這樣拍偶像劇 怎麼樣 我年紀的時候很帥的好不好 我鼓子都沒刮 不是故意的 導演需要偶像 行啊 那邊給你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最大的衝擊是說 因為我去到那邊 那想喝東西 然後後來 那個島主跟我說 他就給我一把刀 我說幹嘛 自己去 喝血這樣 割開這樣是不是 想說的東西 別人吃在旁邊 你自己去 摘 就別人吃到自己爬上去 去打那個椰子下來 你看那葉子下面很多白骨 因為不會爬 塞殼 不是 因為很高 我們就好像不會爬 他說算了不要喝野草 那我說那我喝杯咖啡可以嗎 他說可以 他就帶我去廚房 他說那邊就有一整袋的那個 袋子 剛剛採下來的咖啡朵 然後叫我自己去弄 就要自己磨 非常麻煩的一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去體驗那樣子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那樣過 去體驗那樣的生活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 而且我記得我們去 他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做他的 他做扇板 因為他那有些地方 他那個船沒有辦法過 所以他開的是扇板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看一看 我還很興奮 我跳下海 我就抓他扇板 這樣一路這樣飄一飄 然後後面還有魚在跟著我 就是那種感受是 在台灣你沒有辦法去體會到 那種感覺 那哲經跟我們介紹 今天在佛里達的飯店 是蓋著海底 在蓋著海底 但是先講一下 就我們看到很多照片 就是什麼 大窗戶對不對 然後什麼海底 有魚喔 不是那樣子的飯店 那個都是想像的比較多 因為真的 你知道海底晚上很恐怖 對 那個晚上四周都黑了 然後一個什麼東西 游過來這樣看 其實那種還蠻驚悚的 所以他那個下去到海底 他其實 他是在佛里達 一個海灣旁邊 然後他其實他是 Underwater Park 然後他是一個海灣 一個內灣 然後他下面很多太空艙 那太空艙 那基本上你要進到飯店裡面 上面沒有 你一定要穿潛水的呼吸器 然後潛下去 好冷酷 然後潛下去之後 他房間其實很小 他其實房間很小 他這裡面就是 就是一張床 冰箱 然後旁邊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床 是放 就是可以坐 也可以放行李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 他有一個包套的 是到外海 那時候我是跟學校去做 就是那個 水下考古研究 可是他們 他們最主要我們是看而已 他們是去弄乘船 是 那後來我們就是去住這個 就住這個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 房間就這樣子 就沒有了 這個叫Room Service 那是不是特別很麻煩 Room Service 他都填水下來 對啊 很累耶 哇塞 外面是 這個大概多深啊 他這個 他這個水下大概七公尺 七米 七米 然後最比較特別的是那個 如果說他如果說 在房 因為在水裡面他很多太空艙 對 然後你會碰到那個 拳尾夫在附近游泳 他會看你 他會游關你的窗戶看看 沒有窗簾嗎 他有窗簾 他有窗簾 對啊 有廁所嗎 沒有 廁所裡面有 廁所裡面有 蛤 還有廁所 對 裡面有廁所 但是你進去 如果你不會游泳的話 你就關在裡面 就出不來了 那空氣怎麼進來 空氣他們其實有打氣 從上面打下來 打下來 那如果你要Room Service的時候 是他旁邊有個燈 按下去 在水裡面看 那個地方會發亮 他們就會游下來問你要什麼 什麼 游下來焦焦焦焦 假老 假老什麼 可是你住這個房間 會不會有那個 暢壓的問題 不會不會 七公尺還好 七公尺還好 七百公分 七百公分 對啊 所以他這個地方 最主要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因為他水其實很乾淨 所以晚上你睡覺的時候 你躺在水面 你看到月光灑進來 在水裡看 我覺得那個感受 是差在那裡 但是房間 有另外一邊排出 其實蠻酷的 其實還算蠻大的啦 感覺好像在太空 可以看電視耶 他有電話耶 可是旁邊走出去 他就是一個穿潛水 這樣穿一穿 就出去這樣 對 然後行李的話 那時候我們是用那個防水袋嘛 綁好 然後空氣要先弄出來 捲起來 然後這樣綁在身上油下去 好酷喔 真的 如果有氣的話 有一把就上去了 真的 你只是要回房就回不去嗎 沒氣 沒氣這樣 OK啦 帶你們回去最好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游泳 走不了 你在旁邊待著 我出去走走這樣 多好 對不對 好 接下來這個國家是我非常喜歡的 雅滿家 雅滿家的 懸崖上面飯店 都黑人 哇 那個居高正怎麼辦 就跳下去啦 居高正跳下去 因為這個飯店最有名的就是因為 它蓋在懸崖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去跳水 哇塞 好可怕喔 我先講這個飯店 它為什麼吸引我 它有三件事情吸引我 是是是 第一個 因為它是Bob Dylan最愛的飯店 它是美國的搖滾 就是什麼Rotting Stone 就是這些搖滾巨星 最喜歡去住的飯店之一 為什麼 因為 雅滿家它是雷鬼的大本營 對 我本身愛雷鬼愛到不行 然後每年的大概5月6月 是雷鬼祭 然後 所以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它是 因為雅滿家呢 它有一個地方叫Mont Bay Mont Bay其實才是 全世界的光客會去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加勒比海上面 一艘一艘的大郵輪 把觀光客 再去的地方叫Mont Bay 那個地方是雅滿家 完全白色的沙灘 那這個地方叫Negra Negra 有一半的雅滿家人 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被別人認為是 離貧民窟最近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體驗當地文化 或是你想聽到真正的雷鬼 你必須住在Negra 所以觀光客是不會去這裡 所以才有這種就是 搖滾巨星啊 這種 比較 想被搶 喜歡特別的感覺 才會去住這裡 然後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 它是Negra 大概少數蓋在懸崖上面的飯店 那它的飯店在外觀看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調 就是一個茅草屋 但是它最厲害的就是說 從你的房間 就從茅草屋 然後你前面就會有一個樓梯 你就走下去 你就直接可以去潛水 就直接 它會拉一個警戒線 那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那個 水上活動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從你房間穿好比基尼 到整個那個熱帶魚游在你旁邊 大概只要三秒鐘 而且你必須要在懸崖旁邊 才會有魚 因為你如果住在沙灘旁邊 其實那個魚像 對 其實魚像是沒有這麼厲害 所以這個飯店對我來說實在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為亞馬加已經取消落地簽 所以我 這個飯店本身不是太貴的 但是為了要到這個飯店 我要先到東京去辦簽證 然後再飛到他們的Kingston 然後再包車 因為到Negra這個地方 一般光客不會去 那我們要自己叫車 這個路程才一個小時 然後要250美金 就是叫車 50美金 快一萬塊 快一萬塊 因為那個雷鬼祭呢 大概全世界最有名的那個 雷鬼天團 全部都會殺到這個地方 然後亞馬加的潛水 實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 光看那個水就知道了 這個只是你房間旁邊而已 這個透明度大概 起碼40米以上 是喔 這麼深啊 很輕 透明度 我們是這樣的透明度 可以看到水下 然後這是他的Lobby 所以他是坐得非常休閒 就是你就坐在那個地方 其實就是下棋 舒服舒服 對 然後你唯一的運動就是 去跳懸崖 我有帶一張照片 唯一的運動跳懸崖 這是很有名的 因為亞馬加最有名的 好可怕喔 就是像這個就是懸崖上面 像這個就是 這你嗎 這不是我們的 最好是他啦 這是我們的靈異照片 很像 對不對 我們每個禮拜一 都有這種東西 是說 因為亞馬加貧富不均 所以那裡的小朋友 他為了要賺錢 他就必須要在一個 大概差不多 30 20層樓 30層樓高的地方 勇敢的跳下去 他會得到滿常汰 跟得到小費 所以在每天 大概差不多日落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到那個地方去 我在那地方 我真的站很久 我站很久 我也希望我能夠跳下去 我最後就到那個 最低 最低 最低階的地方 跳下去 那這個地方大概有20層樓高 所以我們去那邊 就一去那邊 想看就拿20塊美金 然後就跳下來 而且他們是連環跳 他不是一個人跳 他到後來他希望我們表演 更厲害的 這不是自殺鈴 連環跳 每天時間到 就殺鈴 你怎麼都不知道 他在那邊 突然20塊美金不要給 有人幫你們 可以跳 你嚇死了 再好 你先燒香 你先燒香 燒香待會兒就有了 什麼呢 去去去去 不要再講 不是冒玩的地方 是是 好 那何鈺雯 你老公跟你求婚也是在懸愛上 對啊 有那個燒香自殺鈴沒有 我以為他把我推下去了 來我們看看你 是不是在哪裡 在巴厘島 是在巴厘島的一個 其實大概叫月蓉莊 就Biontree Biontree 它那個是蓋在山崖邊 它是沿著山崖來蓋的 然後這是我們兩個 就是那個餐廳 是只有你跟他的一個良品 然後你可以從日落 然後到晚上這樣 然後下面就是大海 所以 所以夕陽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因為 這裡面就只有你跟他 然後他們把餐車 可能就是從餐廳運過來 你就是包下來這個地方 只有你跟他 那你這個照片誰拍的 服務生 你們破壞了那個夕陽的畫面 沿著 夕陽真的很漂亮 趙哥 你很討厭 你很討厭 而且他就是有 他就是有 夕陽不見 只是多良 你很煩耶 你很討厭 你很討厭 浪漫的求婚氣氛 好 浪漫 好 回到這序哥來 所以說你是從這個量 就已經去了 對 就是他其實是在飯店的外圍 但是他依著那個山崖建造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是 他們自己的財產 你住這邊你才會進去嗎 所以那個 他上面是有另外的餐廳 就是大家一起吃飯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可以特別訂這個量亭 他可能只有好像兩個或三個 一在山崖邊見 然後那時候大概這一餐是 其實他有一個缺點是 他的東西因為要從餐廳運過來 是 冷的 有一點點冷 對 然後但是我覺得他的浪漫度就是很夠 因為他還可以請樂團幫你演奏歌曲 然後你可能就只有你屬於你跟他的一個夜晚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 他其實就是在那邊跟我求婚的 因為他放了一首就是我跟他定情的歌曲 然後我就覺得很浪漫走過去 我還記得定情 我記得你說我做定情的歌曲 有啊 真的 有啊 有啊 這沒有什麼很多的曲子 張青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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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青酒店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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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氣氛很好 大概而且也 我覺得也不會說真的 因為你把它整個包下來 你現在不會太貴吧 大概一萬五 一萬八 台幣 台幣 對 包括那些花瓣啊 然後他準備花跟音樂 他可以幫你購一個Band 那不錯那不錯 他幫他夕陽對不對 他要幫他夕陽 對啊 夕陽 夕陽無價 真的夕陽無價 大概一萬八一萬七 好 其實呢這個今天曾經要介紹一個 其實我一直很嚮往 其實我現在最嚮往 就是去肯亞的旅行 肯亞那個很 真的是他是 我聽他們講就是 我去過最遠到南非嘛 他們說你下次要去肯亞 我說為什麼 他們說他們有一個團就是 出發就是車子 然後全部一起開 一部分人就到一個地方 他們去setting 今晚要住的地方 你就去看野獸 然後晚上跟他們集合 你就住在那個地方 中間還有什麼樹屋那種 對樹屋 樹屋旅館那個 世凱也去過 世凱是前年去的吧 對我是前年去的 很羨慕你們 因為我們 我是因為工作去 難怪 也很棒 在狩獵飯店尖叫的結果 我竟然去 我是因為工作去 難怪 也很棒 因為我 家裡是什麼身份 所以我們非常 所以我們非常 我們去就對了 我是通過工作 那意思 你剛剛不斷問我為什麼成分 我們可以去這種地方 我想說三位清楚 平常不知道在做什麼 請 那這樣講講 我們是要計畫12年 才能夠住那個 所以我 我肯亞我計畫20年 我才去住到 因為我們 我們有時候工作是有機運 剛好人家有這個團體 你去 那我們就去這樣 這個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其實後面這樹的後面就是飯店 是 那是飯店 那其實在飯店的外圍 它有一個電網 把那個就維護整個社區的安全 然後呢在整個飯店的外面呢 它有挖那個很大的水池 那你可以看其他 這是車子要進去的時候拍到的 這個飯店是算是比較 現代化 現代的 那康哥剛剛講的那種 在馬賽馬拉那種 野生動物保留區裡面有 可是那種有時候 我們是住在那個村莊裡面 你知道晚上出去 我上一次去的時候 是2005年 然後有一個澳洲的觀光客 晚上去劉達 被河馬咬斷腿 蛤 河馬 河馬很兇 你看河馬咬 牠牙齒很大 是是 牠咬人有點像什麼 像我們打孔雞 哭就一個洞 後來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牠大了就一個洞 那個感覺很恐怖 大吉打孔雞 對 就像那個樣子 牠就很厲害 所以就是住那種 牠有牠的風險 對 另外就是說有時候那個豹子 會翻進來 會翻進來把那個 就是牠會叼小孩子叼走 然後像剛剛講那種款式 牠每一台車配一個獵人 然後就是牠負責就是 例如說我 就保護這三個人的安全 然後司凱保護另外三個人的安全 然後如果說村莊出了事 牠們就找獵人去處理 什麼到河邊洗衣服 被鳳梨叼走的啦 小孩子被豹子叼走 為什麼要去這種地方玩啊 那萬一店人出事誰就獵人 看你剛剛上一張 你看這個旁邊是什麼 大象 這很過癮啊 大象 因為這是有人養的還是 沒有 野生 很精病 你以為六福村 對 我以為六福村 那個野生園區有沒有 去裡面吃 所以說牠這個飯店 雖然上面是房子 但牠下面還是一根一根的嘛 對對對 可以把它架起來 牠要架起來 那下面店 那最主要是在外面 牠挖了很多 牠挖了水池 那這大水池 因為在平原裡面沒有河流 你說乾季的時候 這是附近 可能方圓50里唯一的水 動物會來 動物全部都跑來這個地方 就會看到 可是白天的時候 你看到獅子 有時候躲在樹蔭一下睡覺 那你就看不到 你就看不到 那晚上的時候 動物就會偷偷跑出來 所以晚上的時候 因為晚上很熱鬧 然後他們在飯店 飯店裡面他們就會有那個 他們會廣播 還有燈號 不同的燈號 所以 零聲跟燈號一起 還有 哇 你看在響這麼多 一聲響 二聲響 三聲響 代表三種不同等級的動物 然後 我還有一聲響 有一個被抓走了 兩聲響 兩個被吃掉了 大家小心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時候去住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有告訴我說 動物有拿起這種類別 那你知道嗎 在那邊晚上睡覺 非常的冷 然後冷到 而且房間非常的小 然後一聲響的時候 我會想說 才一聲而已 沒關係 那只是一級動物而已 一級動物是 就是你比較常看到的什麼鹿 像這一些東西 營養 不稀罕這樣子 對 到二級的時候 突然間 因為二級裡面有一個叫做犀牛 我想說 要看犀牛 這個保育類的動物 很難得看到 所以二級 你一想的時候想說 一定要趕快跑出去 外面非常的冷 所以把整個的毛毯全部包住 就衝 衝到它有一個餐廳 那邊都是玻璃 你就可以看外面 就發現沒有人出來 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那邊到處那邊找 找不到 突然間黑黑的地方 有一個人講話 他說就在那一邊 我整個人弄在那邊 奇怪哪來的聲音 我就回過頭去 我就說誰 突然間又一個人講話 才發現一個黑人站在角落裡面 對 牙齒一擺 我整個人嚇 嚇發了 嚇死 對 所以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其實它正面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同一個飯店嗎 同一個飯店 它的正面是長這個樣子 而且你看很像工地耶 很像蓋的那個工地 人家弄得很自然 好不好 然後這個就是給你看動物的一個地方 哇 很漂亮 你可以看到你在那邊 這算華麗的 對這個 後來發現很多魚 因為隔天出去全部都看得到 就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真的 可是我必須承認那個房間 我等了一個多月才住到 然後呢 它房間非常的小 那房間長的是什麼樣子呢 裡面長的是 是這個樣子 要不要猜猜看一個晚上多少錢 蠻原始 這個 300塊 300塊美金 300塊美金 差不多 差不多360塊美金 然後你要等一個月的時候 你才可以住 萌萌你講的是什麼 狩獵飯店 對因為我在 是 什麼意思 因為我在07年的時候去非洲三個月嘛 大概所有的狩獵飯店 從最貴到最便宜的我都住過 所有的狩獵飯是真的可以打獵 Safari 還是說我們用攝影機打獵 像剛剛你提到的那一種 那個我也參加過 那很好玩吧 因為它非常的 它非常的 你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當時去我是沒有心理準備 因為當時我就是個都會人 是 所以我就戴著我那個Stella McKinney 設計的阿迪達的球鞋 我只是為了要漂亮 我並不是真的要去 11天就回了 那我今天特別提到的這個 這個是南非克魯閣國家公園 因為克魯閣國家公園 它比較多頂級飯店 而且它比較多就是說 各式各樣的飯店可以選擇 那麼我當時呢 因為看了遠離非洲 是 我就覺得說 也許我可以扮演 Merry Streep那個角色 所以呢 我就看到 就是看到一個帳篷 然後旁邊 旁邊有流聲機 然後旁邊還有那個望眼鏡 然後還有那個紅酒吧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訂這一個 就像帳篷 這蠻酷的啊 對 就像帳篷一樣 所以第一天就住在這裡 然後那天晚上 因為它是在非洲灌木群中的 總共也只有七間 他們做的是獨門生意 他們在南非克魯閣國家公園 只有這一個叫Plankens 它是唯一做 就是07年的時候 唯一做Walking Safari 那我沒有聽到Walking這個字 我只有聽到Safari 所以呢 我就帶著我的所有的行頭 就到那一邊去 那第一天呢 也非常棒 就是有一個營火晚餐 一個非常正式的營火晚餐 結果第二天 一大早 然後呢 我就被門打開 就說上路了 我就說啊 上什麼路 他就說那我們要去Safari了 就看到他們背著獵槍 那我就說啊 那我不太想去 我覺得我還是在這裡 比較舒服 那就只有你一個人囉 那我可以留一絲獵槍給你 你一個人喔 還有野獸 還有野獸 對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在泳池旁邊 就遠遠的看斑馬就好了 結果我一聽到一個人 我想說那我還是跟你們去 結果沒有想到這一去就完蛋了 因為他一天走七個鐘頭 行軍喔 他就是用最原始的方式 他用最原始的方式 去找那個動物 比如說那個我們的Ranger 他就會看那個地上的糞便 就會說這個可能是犀牛的糞便 這個可能是那個什麼大象的糞便 然後呢 我再走走走走 我就看到一條蛇 經過我就大叫 就跟日本妹一樣 就啊 就這樣尖叫出來 結果所有的人你知道嗎 就拿著獵槍去這樣往四周這樣子 因為在那個地方 你walking safari是 不可以講話 所有東西就是比這樣 就完全要這樣 就跟那個空姐一樣 全部是比那個動作 那我就非常的驚嚇 然後後來我才曉得 你就是要看那些糞便 要看那個腳印 然後確定那個 因為你剛剛那一叫 你知道旁邊有多少野獸說 食物來了 OK 吃飯吃飯 人家吃飯了 在那邊 說得太對了 對不對太可怕了 因為我們在動物的眼裡 其實就是食物 對當然 所以呢 所以那個walking safari 是我第一次去參加 我才曉得說 原來第一天有個 維多利亞式的殖民的帳篷 可是沒有想到第二天 是睡在樹屋上 因為之前肯亞的那個樹屋 我也住過 相較起來 那個樹屋真的是算 算舒適多了 那我住的樹屋 就真的是在兩棵樹中間 就一個平台 然後我就說 那我就說 像這個是第一天的營火晚會 其實還蠻 就是還蠻正式的 高清 這還蠻高級的嘛 看起來不錯 這個很貴耶 拜託 對啊 跟你第二天的行為是 聯想不在一起 所以我第二天我就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我不可能真的去走路吧 不可能 就真的 這就是我們睡的地方 那你有看到我的帳篷 有一個帳篷對不對 那是因我要求 因我要求 我說無論如何 我不要看到天空 因為我覺得太恐怖了 所以其他人就是直接這樣 就是睡在那個上面 然後從那個綠色的箱子裡面 把睡袋 而且每個人都好興奮喔 然後我就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嘛 那我就說 我不管我就是要把那個帳篷給架起來 我不要直接看到天空 因為太恐怖了這樣 因為星星多得像頭皮屑 你會覺得 很少人這樣行 你是完全不能 不能接受那個 那個大自然的奇妙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的震撼教育 所以第二天第三天 一天都是走七個小時 來這個地方參加的 就這個地方是以藏難求 來這地方參加有攀岩高手 但也有學校老師 也有體育老師 然後跟我一起走的是一個西班牙的商人 也是一個肉咖 所以一邊走就 就我們兩個就是會互相投影那種 怎麼還不結束呢 這種眼神 然後像這一個 就是我們遠遠的 遠遠很遠的地方 就看到那個 有那個河馬在那邊喝水 可是我們離他非常遠 遠的不得了 因為那是很危險 因為狩獵就是走路 Walking Safari 其實比吉普車 Safari是 危險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當時是罵的藥 一直覺得說 這個行程太可怕了 太刻苦了 然後太那個太熱血了 所以我回來之後呢 我就一直不敢去回想那個往事 因為是我第一次去 可是 可是 我覺得 現代人可能就是 生活中常常身不由己 等到你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很想再回到那一個 對 危險 緊張 真的 而且沒有水沒有電 然後大自然裡面 就只有大自然的地方 請問一下你這樣一個行程 你大概花了多少錢 你應該問我整個三個月 在非洲花多少錢 沒有就是因為你不是說那個 最賺很貴 這個其實還不是我最貴的 像這個的話 它的一個package也是四天三夜 它一個晚上大概一千美金左右 一千美金 這在講什麼 我剛剛提到的飯店 也沒有少於這個錢 四千 好貴喔 其實是便宜的 我先講是便宜的 因為飯店你不能只是看它多少錢 去衡量它 因為你付出的錢 其實是去享受什麼東西 享受到冒險 享受到一個優雅的 一個優雅的一個用餐環境 然後你還享受到 你這輩子絕對看不到的風景 很多大便也有看到很多大便 是的 各種不同的大便 也看到很多 起碼能分辨的嘛 對 學到一些專業的景色 然後這個窗外的景色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比如說 我一樣到泰國 但是你窗外的景色看不到 你把這些東西全部加上去 而且這一輩子還不一定 能再來一次 而且還有 比如說我2007年去看那個 去看那個 那個動物大遷徙的時候 有200萬隻靈牛 就是穿越1000公里 可是到了 因為2009年的時候 就非洲有發生一些事情 坑亞有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台灣很多團也都不出去了 那麼現在又因為全球暖化 所以現在的靈牛 大概100萬隻都不到 所以你要去看這個 所謂的大遷徙 你還得趕快去 接下來 對 你也看過絕景 對不對 呃 我過去其實是 城市 應該飯店吸引我到那裡 但是現在是 地點吸引我到那裡 這個地點如果 地點跟環境 對 所以如果要去非洲的 我是建議要趕快 因為動物也越來越少 對 然後環境也變化越來越快 那些飯店只會越來越貴 所以說我是給各位一個建議 如果說你很愛旅遊 非洲一定不能放過他 因為非洲真的是很奇特的 去過非洲的回來都會覺得 哇 非洲是一個另外一個很奇特的世界 一定要去看一看 這邊我們就要問馬國賢 你 你住過搭帳篷的飯店 你是帳篷 哎呦 好厲害啊 你跟我講平臨我就捶你 沒有啦 一臉心虛的馬國賢 到底要分享什麼樣的飯店啊 逛到之後馬上回來 哎呦我的媽啊 你跟我講平臨我就捶你 沒有啦 可是剛剛我們也不一樣 是不是 因為這那一次也是 就是我們去日本的一個 那個起富縣那邊的一個 溫泉區的飯店 那其實那次去我其實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想說日本的飯店 有有 那我以前去就那樣子 那要緊張慢慢講 我跟他這麼會緊張好不好 你在怕什麼 這都搭帳篷嗎 不是 因為你知道我一走進去 是兩個兔女郎 裝扮的那個 真的假的 他在下面 我一想說 溫泉飯店怎麼會有兔女郎 在門口迎賓 那我覺得很納悶 但是看了其實蠻開心的 就因為我沒有去過飯店是 兔女郎迎賓的嘛 然後後來我進到裡面去之後 然後他們就在跟我講說 等一下啊 我們先去洗溫泉之後 然後我們再去用餐 好 那我們就 那我就去樓上把行李放 我就下去樓下洗溫泉 可是我一進去 因為日本一般他們是男女 是分開來那個洗溫泉的 所以我走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發現到 在那個大浴池當中 有個女的坐在那個地方 我就嚇一跳 我以為我走錯了那個浴室 所以我馬上再出來看一下 我看是男湯 是男湯沒有錯 可是後來我就問了一下說 為什麼他女生會在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服務 可是他說不是 他這女生是幫你們搓 幫我們搓背 哇 她有穿衣服嗎 她穿就是穿一個很短很短的短褲 然後還有很露很露的一個那個 搭帳篷是搭這種帳篷喔 一直下半身搭帳篷 對啦 人家搭帳篷講得這麼神聖 你跟我講這種下流的 難怪我剛剛沒有聽到帳篷啊 這很特別的那種 氣死我 氣死我 我們整集這麼優秀的 優秀的前面就被你破壞掉了 爛套的 幹嘛這樣 好 今天我們介紹幾個 比較特殊的這個飯店 還有旅程 希望就是每一次出國的時候 不要只想到我要去shopping 對 我要去shopping 我要去shopping 其實知道有些地方 世界這麼大 有很多地方你要親自去看過 你才知道地球有多麼奧妙 你才會更愛地球 好不好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